关注我省最新的疫情通报 1月11号的0点到12点 辽宁省新增4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均为迎口式报告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8例 其中小阳市报告2例 大林市报告6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4例均为大林市报告 1月11号12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3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属轻型病例均为迎口式报告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沈阳市昨天发布了第20号通告 将沈阳市黄谷区昆山西路 相公小区东区 黄谷区一海阳光一期 和黄谷区西水街一号楼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昨天呢 沈阳市大林市分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初步锁定本次疫情的源头 沈阳为入境人员 解除隔离后 发病通过医院就诊活动 和家庭社区活动 导致后续疫情传播 主要涉及4个公共场所 5家医院医疗机构7个家庭 是的 那其中张某某的感染来源 就是通过医院的垃圾清理工 保洁员 护士的手部机械携带病毒 而导致的传播 王某某的感染来源呢 就是因为接触 史某某污染的药电物体表面 所导致的 夏某某他的感染来源呢 是通过接触了病例薛某某接触 而且污染过的物体表面造成的 夏某某曾经先后三次 到过左客超市去购物 导致了超市老板张某某及其妻子孙某某感染 那大连此番疫情的源头为进口冷链产品 是一次新的输入 那这次疫情当中的绝大部分病例呢 为大连码头的工人 因为搬运俄罗斯及的货轮上 新冠肺炎阳性的散装货品而导致了感染 这次疫情当中的灾产品 是新冠肺炎阳性的散装 新冠肺炎阳性的散装